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振元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关键 就是2021年的7月1号 中国共产党将庆祝他的百年党庆 中国共产党据了解是在1921年7月份的时候 在上海成立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整整了100年 在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并没有经过很平顺的过程 而是经过了很艰难困顿的一个时期 在经过1934年的一个国共斗争之间 所产生的围剿或者长征 中国共产党存活下来 以及日后的日益壮大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历史 也是很罕见的历史 后来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 接着经历过很多很复杂的过程 那么在1979年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 整个中国的国力迅速的增强 在1980年代当时台湾的这个GDP的美人的总量 平均量跟大陆是有点差距 台湾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 大陆的不断的摸着石头过河 建立了很强大的经济力量 虽然每个人的平均国民所得 超过了1万元 脱贫的工作做得很成功 而且也进入小康的这个社会 这个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济成就 那未来很可见的 他们的平均国民所得 很快会超过2万元 但是超过2万元更重要的是 因为它的总体量实在太大了 所以它的经济 政治 军事实力也会快速增强 所以我们在经过的这个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期间 那有很多地方 那值得全世界各个地方来学习的 也有很多地方 值得全世界自我或者相互检讨的地方